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鼠女鳥 Lady Bird Gurita Guri的第一部獨立指導的映 Sersha Ronan 主演 配角則有 Rory MacArthur Lucas Haggis 還有 Timothy Sherman 打破爛番茄網站的影評新鮮度最高紀錄 金球獎最佳影片 奧斯卡包括了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 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 最佳原創劇本 五項入圍 這是一部讓人期待已久的電影 一部關於少女的成長故事 電影的時間線大概發生在她高中畢業前的那一年 想要藉由這念大學的機會 遠遠的遠離自己原本的家中 據說原本導演 Gurita Guri 寫了大概可以拍兩三部電影長的一個劇本 最後三剪成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 開場從母女之間的爭執出發 繞了一圈主角的校園生活 最後再回到女主角 還有媽媽之間的故事線身上 蜀女腦真的蠻好看的 會得到這麼多的好評價 因為她是一部動人真誠 然後又很善良的電影 可是可能因為我是一個男孩子的關係 所以她沒有很用力的打中我 但她真的是一部很美妙的少女成長小品 沒有太過高潮迭起的劇情 但是有著很多深刻然後充滿靈氣的瞬間 是一個很普通的題材 很共通的情感 然後有著非常精彩的演員表現 電影主題非常的清楚 一個是成長之中發生的事情 另外一個是母女之間的關係 女兒和母親之間的關係 從來就是結也結不開 然後說也說不清的 開場主角和母親睡在同一張床上的畫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人其實是感情非常的深厚 她並不像老娘叫檀牙裡面的 那一對母女關係一樣這麼的激烈 包光借你的 在屬女鳥中 會是看到這一對母女一直不斷的在吵架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她們其實非常的清楚彼此深愛著自己 儘管如此這個女兒要長大了 要奔向更寬廣更自由的世界去 就必須要一定程度的跟母親對抗 這樣的行為看起來有點叛逆 但她其實就是一個人 她第二次減掉期待的過程 女主角Christine 或者是我們叫她Lady Bird 屬女鳥 在這部電影中她非常的堅持 要身邊所有的人都叫她這個名字 Lady Bird 只是有點像是你突然要你的同學 還你身邊的人 都用那個你在線上遊戲中的帳號 來稱呼自己 或者是我要我的爸媽都叫我羅比一樣 有一點點荒謬又好笑 她不接受父母親的安排 這是在青少年的文學故事當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她有自己的想法 她對未來有自己的規劃 而不是在家裡面幫她安排好的那一條軌道上面 當然這或多或少 跟她的家庭狀況不是那麼的美好有關係 而當然這也不是正能量滿滿的宣導劇 屬女鳥她是有酸有鹹的 你會看到導演或者是編劇 同一個人 也不時的在電影裡面調侃這個主角 像是裡面有一段沒有下文的支線 主角她跟學校裡面的老師說她想要參加數學的奧里皮亞競賽 但是她的數學根本不是她的強項 那為什麼還要報名呢? 這就牽涉到成長中一定會發生的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無知 無知聽起來是一個很負面的名詞 但是在社副電影中她是非常中性的 主角是一個相當無知的少女 但一心嚮往著遠方更美好的一個自己 一部分是因為害怕自己的平庸 一部分是因為自己對自己的幻想造成的 屬女鳥裡面把這件事情拍得非常的親切 這是這個導演做得很好跟看得見這個導演的地方 她把幻滅跟成長這個故事用很溫柔 但是不溺愛的方法說出來 尤其是電影最後的螢幕 把前面累積的所有力量都拉了起來 這部電影給我的感覺很像是 這就有一個人坐在你的身邊 然後喝著咖啡跟你娓娓道來 一個她成長中很有感觸的事情一樣 告訴你一段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的故事 屬女鳥我非常推薦給所有 跟媽媽交手過的女兒去看這部電影 絕對會非常的有體悟 男性觀眾我也一樣推薦 雖然它不是一部相當的娛樂性的商業片 但是有時候看一種這種清清淡淡的劇情片 也是能夠讓人很放鬆然後調氣身心的 同時我非常希望我們自己 能夠拍出這樣子的電影來 給所有成長過成長中 或者所有準備要成長的年輕人們的電影 而不是那種消費青春或者是 懷念青春的電影 屬女鳥Lady Bird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的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